主席,我們可能有請總裁,央行總裁跟財政部部長 央總裁輸部長進 委員長 總裁好,部長好 我想我這邊時間很有限 其實只想跟總裁跟部長 因為一位是負責我們的貨幣政策 一位負責我們的財政政策 來,我們來看一下往下 其實這一次的這個紓困振興的這些政策 其實不管是貨幣或者財政政策 其實現在看起來大概就是我羅列的這一些了 不管QE,降稅,降息,融資,股市 或者振興券這些 我想其實尤其是蘇部長 其實也是學界出身 其實我想在學術上 其實還有包括總裁也是 都是有這方面的專業 就是說這一些的方案是沒有錯 就是我們一般來講 大概都是靠這些方式來做 不過但是也如果我們從 直接我下一頁好了 其實這些的總體的這個概念 大概都是這種 捐低經濟學下的這種的 這個大的想法 就是說反正我們救了這些企業 然後企業呢 然後慢慢的反正可以救到最下一端 結果的問題也很簡單 就是說我們現在目前的這些策略 其實剛才我看央行的報告裡面 其實也有談得很清楚 其實連現在降息都已經可能也沒 沒太多息可降了 就QE大家鈔票也發的夠多了 其實就是說做這些事情 當然我不是說反對 那但是他怎麼樣真正到最後的那一端 因為其實這個Trickle Down的這個過程 其實現在有時候常常被人家詬病就是說 老實說到最終的那個 我們的勞工我們的個人 未必沒有未必得到那麼多 甚至其實有些大企業大財團 我們這樣講 為什麼我這邊這樣列 就是三個層次 有時候大企業財團 要是他在這個風波裡面就死了 那我還真的覺得他還不夠格 當個大企業大財團 那中小企業確實是很緊急 確實非常的緊急 可能一記的錢不到位 他大概就直接要準備就結束了 那勞工跟個人其實現在也很急迫 其實事實上現在我們看 美國的那個政策 多數的錢他就已經要直接要去的是什麼 我相信兩位都很清楚 就是直接要到個人戶的那一端去了 其實這個也是在避免 因為老實說 我們在過去像SARS或什麼時候的那個經驗 有時候是這樣 我們減稅 當然好多委員都一直在提這件事 可是是不是 有時候我們要想 他到底對大家的 是不是有時候 弄不好是 其實只救了大的 小的也沒得到好處 所以其實兩位都是這一方面 就先生總裁 您覺得呢 您覺得說這樣子 現在怎麼樣這個 trickle down到 真正該去的地方呢 我們下一頁 請總裁謝謝 報告委員 所以呢 這一次我們才會就是說 主要的就是針對中小企業 那如果因為我們中小企業的那個員工啊 所佔的比重也很大 我們中小企業占我們全 全國的那個企業所佔的比重很大嘛 那他的員工數也很大 所以呢 如果說我們 你看看我們的兩千億呢 也是直接 就是直接對中小企業 可是現在 我覺得我們要預作一個風險判斷 就是現在如果疫情再往下走 要是他不是那種 能夠有效解 這個很快速的能夠停的 是 事實上現在中小企業 我覺得 也有一個大的風險 就是說可能你現在救 不是說要不救他 但是就是說 他是不是真的能撐得住一劑 那當然啦 就是說這個 所以呢 我們的這一次的那個 就是說以一年 我們是以一年為主 是 第一個就是說以一年 我們期限是一年 第一個 第二個呢 我們額度呢 可以再檢討 這個下勝的這個效果 能不能做出一個評估呢 有沒有可能 就是到個人 因為我其實我今天要談的 其實就是這一題 就是說 能不能到那個最終端 其實像美國 他就直接發給個人了嘛 勞工 我想 對 雖然勞工 這是稅的問題啦 那現在就是說 是資金周轉金的一個問題 那當然就是說 你如果說 我們現在的 我們現在的銀行 能夠很積極的 來配合這個政策的話 那這樣的話呢 就是說 他的 他的 沒問題 謝謝 謝謝總裁 我當然了解你的意思 當然 中小企業是重要 但是也是希望 那部長 您覺得是不是 有可能 這個我們太多談的都是這個企業端 有沒有個人端 更立即一點 其實當然像新北市啊 基隆市他們也有所謂 更超前一點的部署 就錢直接要到更 不過那是救急啦 對 跟委員報告 事實上 我剛才跟局委員報告 我們 威風中所稅申報的時候 那我們的退稅啊 就去年所得稅的退稅 我們要提早一個月來退 那據我們的了解 總共有290幾萬戶 然後455億 這個是針對個人退稅 那這個退稅呢 基本上大部分會退稅的人 大概是中產階級以下的 這個民眾 會受到這樣一個影響 所以這個我們馬上可以做 另外一個部分 對於中小企業 特別是小規模營業人 那我們這邊對於他的營業稅 我們也會從低核定 不是針對大企業 這個那中小小規模營業人 基本上我們就是小規模營業人 那麼中小企業的部分 他只要不使用統一發票 他的受付員工也相對比較多的 我想最後幾秒 我就是也是這樣為民請命 就是說真的 其實要到更後面這一專來 那民眾這邊 那另外的話 其實對大型企業 甚至直白的說 其實我們也是要藉這個機會 甚至有點調整 因為甚至過去的經驗 常常造成就是說 這紓困完之後 分配上更不公平 我想談到分配這個議題 部長跟總裁都是特別了解 其實我們財政或者貿易政策 最終也不希望造成一個 越紓困結果越分配不公平 這樣的狀況 像SARS之前 後來發現 房地產業是救起來了 可是大家更買不起房子了 民眾的抱怨更深了 所以其實這個分配的課題 不是說 當然現在是救急 但是分配還是很重要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委員 謝謝 我們下一個會請